中国在南海有越来越独断的行径 周边国家是盲刺在背 曾经被中国的海警发射水炮攻击的菲律宾 再次批评北京是南海在南海阿把 包括上个星期五在南海黄岩岛 拉起了漂浮障碍物 阻挡菲律宾渔民的生计 也威胁了他们的航行安全 菲律宾同时指控中国大陆非法捕鱼的船只 让南海珊瑚礁大面积白化 打算向国际仲裁法院起诉求偿 但是越南呢 越南它是在联合国大会上面采取行动 呼吁停止单边的行径 目前传出越南跟美国 正就史上最大的军售案展开讨论 有意引入西方资金开采稀土 打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垄断地位 制衡中国会多一份力量 正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 南海局势已经成为不少国家共同关注的议题 而北京当局持续在南海采取单边行径 试图改变现状 就是令周边国家倍感不安的主因 最新引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 当时正在南海巡逻的菲律宾警卫队发现 三艘中国海警操控的橡皮艇 以及一艘中方海上民兵船 在黄烟岛附近海域架起 300公尺长的漂浮障碍物 要阻止现场约50艘菲律宾渔船 进入黄烟岛周围作业 严重剥夺非国渔民生计 非国渔民坦言 这已经不是中国海警船 第一次阻挠非国渔民捕鱼 有渔民描述 曾经在南海下毛捕鱼时 遭中国海警乘坐橡皮艇割断毛绳 阻止他们停船 甚至还有渔民的渔船遭中方海警船冲撞 只是这一回中方在获悉 非国船只上有媒体记者之后 突然结束连续15次 以无线电指责非国船只 违反中国法律等咄咄逼人的警告 船只掉头返航 中方这次以漂浮障碍物 阻挡非国渔船捕鱼的黄烟岛 离菲律宾旅岛只有240公里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原本属于非国经济海域范围内 但中方声称游有南海90%的主权 并且在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 夺得黄烟岛的控制权 而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议题上 除了主权与渔船争议之外 海底珊瑚礁也成了最新争端焦点 菲律宾政府计划 就所谓的中国破坏南海堵礁问题 向海牙上次仲裁法院提出诉讼 非国军方与海巡队近日发布影片 揭露南沙群岛靠近巴拉旺岛的海洋生态 在中方船只持续的非法捕捞等活动下 大量珊瑚礁白化 生态受损严重 菲律宾检察总长透露 正眼里向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 对中方提出损害赔偿告诉 尽管全盘否认所有指控 还反抢菲律宾 应该拖走搁浅在仁爱礁的军舰 但北京当局在南海 越来越霸道的单边举措 连同属共产党统治的越南都看不下去 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喊话 要保持克制 除了南海议题上双方有裂痕 越南与美国关系逆势上升 也挑动北京当局敏感神经 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任内首趟越南访问 还把两国关系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 双方更计划进一步展开军事合作 美国和越南拘捕正是合商历尼最大规模的军售交易 涉及美制F16战机 最快明年来拷定 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法称 华府考虑为这笔昂贵的战机交易 制定出特殊融资条款 帮助资金短缺的越南 摆脱传统上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 而透过这笔两国冷战后最大军售案 美方也能协助越南发展不对称防御能力 来捍卫南海主权 并且加强对中国的威慈 军售之外 全球公益链上的关键稀土也是合作重点 越南传出有意透过包括澳洲在内的西方资金支持 明年重启境内最大的稀土矿 相关开采项目有机会削弱中国垄断稀土领域的地位 同时推动先进提炼技术 尽管美月在军售以及稀土供应链上的合作 有可能引发北京暴富 但中方持续独断行径 却迫使区域内的国家 必须寻找更多制衡力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